前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看着摇摇欲坠的栏杆绑着黄色警戒绳 另外一头同样也绑着警戒绳警告民众不要触碰和进入 蔡旺莲苦笑指出有人就说这样好像刑案现场 另外像是大门口及周遭原先都铺有小小的鹅卵石 便利民众按摩脚底使用也因为年代久远脱落损坏 散落一地健康步道变成了碎石场 其实这里是基隆市第二大公园百福公园 公园里面的邮据也因为年代久远拆光光 蔡旺莲表示在前市政府时期 原本已经规划重新整建 不料市长谢国良主政后 中央政府补助款突然缩减导致原计划停止 虽然不是现任市政府的问题 不过面对日渐破旧的百福公园 蔡旺莲大声疾呼市政府应该立刻先规划整建公园区 至于公园里面同样逐渐老旧的建物水样会馆区 未来再规划不需要两者同时并行才能缩减百福公园重生的时间 长期一直在延待一直在延待 我们现在使用率很高的民众我们的选民乡亲 大家一直在抱怨 抱怨说百福公园为什么烂摊子摆在那边 夏天来这边稍微做休闲 做活动 早上一大早来做活动 有时候还有发现蛇类在这边出没 非常危险 所以我一直在吉利 这一次我有跟市长建议过 市长也非常的希望说 我们百福公园现在现有的 我们先来做一个实施 包括我们的睡时健康步道也好 我们的儿童游乐设施更新也好 还有我们的篮球场的地面刨整治也好 这个都一并 我们现在要先动起来 不要等整个预算下来以后 才要来做一个全部更新 那个时间会拖很久很久 这个是不得体的啦 我还会再建议市政府一定要做一并的考量 不要跟水样一并合在一起 蔡旺莲指出公园里面属于BOT的水样会馆建物 最近营运负责人换人 会馆建物也已经老旧 如果市政府要一并把水样会馆区和公园区两者合并规划诊件 只怕骑程越拖越久 旷日废时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我一 똑 我一摆秀 我一摆秀 我们写字 å写字